建国50周年,今年国庆烟火会宴比往年更盛大壮观 可以观赏到烟火的酒店和餐厅炙手可热 有酒店的房价虽然比往年高,但房间还是供不应求 而餐厅几乎所有的位置都被预定一空 我们来看记者肖立伟的报道 这家酒店有近300间客房,可观赏到烟火会宴 酒店表示,今年国庆因为有四天长周末 房间预定速度比往年快 虽然房价比往年高出10%,但还是供不应求 有顾客早在去年国庆日后就预定今年的房间 特别是政府在宣布,今年8月7号有一个额外的假期的时候 我们这四天长周末,马上就有很多人来预定 从8月7号到8月10号,我们所有面向滨海湾的房间全部都满了 而这家位于滨海湾的高空餐厅,一个半月前就有顾客定位 这里可容纳近500人 国庆前一个星期,位子就几乎被预定已空 餐厅也配合国庆日推出具本地特色的佳肴 如加热吐司甜点,以及辣椒螃蟹汉堡等 餐厅附设的酒吧也在国庆日当晚开放 让一家大小不受年龄限制可以同欢共庆